債券其實先為什麼談到債券 今年回來了 因為第一個原本市場 一直在看通膨降 聯準會就會開始停止升息 今年發生很多事情 原本三月初市場還預估 接下來這個禮拜 禮拜四就會有答案 到底是原本月初 還覺得會升兩碼 那現在預估最多升一碼 甚至已經開始有升 讓說應該不能升 甚至要降 所以我們認為聯準會回到 他原本的責任的話 應該還是要升一碼 我們比較安心 如果聯準會真的說不升 而且要降 我覺得反而市場會擔心 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擔心 經濟可能出大差寶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拜 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要看 聯準會包爾的談話 那其實到接下來 就算他停止升息 他已經提過很多次 他會維持在高利率 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接下來到一直到下半年 我們就要看到底景氣 是不是能夠軟著陸 但是一月份市場非常的樂觀 就是甚至談到no landing 就是不會啊 根本不會著陸 通膨就是會向來 然後景氣還是會很好 一月份是這樣 可是最近市場開始擔心 確實連環報之後 到底金融業 如果對於一些企業的籌資 未來是不是也會產生一些影響的話 上個禮拜除了金融股區域 小型銀行體質 不佳的金融股跌得多 另外一個反應很明顯的是什麼 能源股也是跌一層多 可以反映出對於成長 經濟成長敏感的能源股 就是率先反映 如果未來景氣衰退的極度越高 所以我們現在來談到說 為什麼債券開始受到歡迎 因為從二零二零年以來 市場都是V轉 對 不需要債券 而且股票跌了 就是趕快All in可以買 但是二零二二年 當然市場開始有改觀 那到底應該怎麼樣調整組合 其實股票 其實可以發現在以往 只要通膨高點出現之後 就是這個零 高點出現之後 S&P500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往上 一種是往下 其實算出來的結果就是 如果有衰退 可能還會有第二隻腳 不是去年十二月 十月那個低點 就有可能還會有低點 那但是如果沒有經濟衰退的話 確實S&P只要通膨市場就是預期 通膨高點見到 聯準會就不要一直升息了 那其實期待的就是 利率持平跟降息 股市就會漲 可是這也融資當圖來看 我們認為股市今年 還要比較震盪 至少上半年 聯準會還沒有開口說 我已經不升息了 我們可以安穩了 之前股市都會比較震盪 可是為什麼資金先流到債券市場 同樣去算從通膨高點之後 其實殖利率可以反映出 殖利率開始往下 持平或往下 那殖利率持平就是收利息 殖利率往下 就是債券也有資本利得 對 也有賺價差 對 所以也就是說 通膨高點看到之後 債券的投資機會就來了 感覺就不敗 對 就是 再怎麼樣我就收利息 如果景氣衰退也沒關係 我們就買債性好一點的政府債 對 但是現階段 我們其實並沒有完全 就底定美國一定要衰退 所以我們現階段 債券是建議是負荷債 你就讓經理人就幫你挑 誰已經開始買了 經理人開始買了 去年十二月出現了 金融風暴以來的 首度今年開始重新加碼 主要就是因為 在金融風暴之後 開始的印鈔 大家就已經預測會有通膨 你這樣印鈔 通膨之後 其實今年一直開始減債 所以一直到去年底 債券的部位低於現金 那不過二零二二年 是整個股債奇跌 對經理人來說 債券的買點來了 第一個是通膨高點看到了 第二個是既然股市 已經不是高風險高報酬 有可能高風險報酬不一定好 所以其實今年的投資 也是要納入 你承擔多大的風險 賺到的報酬 也就是你要把報酬率 除以波動風險 用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債券竟然是比股市吸引人 因為我們算過過去三十年的數據 如果用報酬除以風險的話 負荷債高於股票 高於全球型股票 所以就來看 今年主要的債市的表現 即使最近一週有這些 小的區域銀行的金融股 或金融債表現不好 可是整體來說 我們如果用指數 已經是一籃子的股票跟債券 這邊全部算的都是債券 可以發現其實市場表現 算是蠻穩的 尤其今年來股市除了科技股 表現還不錯 但是其他道雄已經轉回 債券竟的表現是相對比較穩 那不過最近一週的話 比較受到震盪影響的 還是屬於像高收益債 也就是投資非投資級債 或者是一些新興債 那所以我們現在建議的是 比較是複合債 對 美國複合債 就是複合債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就是美國複合債的話 就是油經員幫你挑 那現階段大概是三四成的可投資級 然後裡面還是會去雕 大約三成左右的非投資級 就高收益的 對 高收益債還是會去配 那其實現在只要去避開 真的你說債性真的很低的 殖利率有到15% 所以其實投資人也越來越有觀念 你不是要追求高殖利率就好 我們要藉一個中間 以現階段十年公債殖利率 大概在3.75% 到3.4%左右 所以我們會建議選擇殖利率 大概是在5%左右 平均債性A 這一類的美元 美國為主的 是 就叫做美元複合債 美元複合債 以這樣子為優先 那裡面就是經理人幫你組合好 一個完美的搭配 對 有債性很高的 也有投資級 但是也有非投資級 但是你只要平均這個組合 有A級債性就可以了 那就會比較棒 iem 應該 redit 到 裡面 來 解